大家好,我是刚哥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发滴纳肥第一次用的话 要注意以下的五点 大家都知道发滴纳肥 它也是治疗功能障碍的药物 并且它的优点很多 不但可以久后服用 而且有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 三高的人穷都可以服用 按需服用 它的吸收比较快 代谢也快 用药以后半小时耐 药效可以达到95% 服用以后最快10分钟就能够起效 药效持续可以长达10个多小时 它是西滴纳肥 塔塔拉肥的生机榜 服用第一种药以后 效果不太好的时候 也可以换住服用这个药 耐药性也比较好 当时它也有一些不良谎音 会发生低血压 头用、头痛、脸红、消化不良、鼻塞等等的情况 这些症状都是比较轻微的 也会很快的消失 服用这个药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以下的五点 第一点就是对西滴纳肥过敏的人要胜用 第二点就是由各种醒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要胜用 第三点就是由肝病或者是肝血流减少的患者要胜用 第四点就是有失望膜有疾病的患者要胜用 第五点就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胜用 最后给大家讲一点任何一种药物 不管它的效果有多好 服用的时候也一定要需要谨慎 要多看说明书 今天这个话题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绝对有帮助的话 请给一个大大的账 我们下次见